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色的本意就是指的是神 就是土鸡神 后来呢 又把这个色呢 又演变成祭祀土鸡神的地方 再后来呢 这个色呢 它又进一步的演变 变成什么呢 一个祭日 就是祭祀土鸡神的祭日 一年祭祀的四 成为十二日春季 叫春神 就是历春以后 第五个五日 大概就是在春分前后 秋季呢 是在历秋以后 第五个五日 大概是在秋分前后 以及几千年来一直营祐 而在国家的郡主 每历都要进行祭祀 祭祀土地 就是赛 另外呢 五国的国也是神 国家的群主它也要祭祀 五谷的谷是季 所以皇帝要既是十二季 既是土地 既是五谷 延伸以后 这个十二季就延伸了国家 整全这个十二和季 就是指土地和粮食 下面能够来的演示 和大家一起分析 下宝文里面的写吧 第一款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是一个图卡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写它这样 这就是诗 到经文的时候也下了一个 既是的符号 加了一个诗 这一款字 是在粘过式写法 在经文里面 就这一个 小转里面的写法呢 它基本就是这样 这一个诗 这个旁边一个图 小转 它就写成这样子 这个字 也在到艺术开始 没有变化 在礼器碑里面 这个字它写成这样 这礼器碑 这个字写成这样 开书呢 这个字呢 写成这样 摄的它的本来就是这个神神 地神 后来呢 就是摄成为一种基石的仪神 到最后就变成一个庆祝的仪神了 摄建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诗 这个字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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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